最近看了一期泰迪演讲 主题叫拖延症人群的内心世界 其中呢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比起截止日期更可怕的 是很多事情不会有人催你 比如要不要创业 应不应该换一份工作 比如说是否要向一个人表白 比如说从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当中脱身 又比如说要不要练马甲线 实习钢琴 剪重20斤 你看这些目标完全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 它们虽然很重要 但似乎不紧迫 因此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错失机会 或者没有时间了 于是陷入到长时间的懊悔和沮丧当中 我个人的意见是 如果拖延是绊脚石 那么最好不要在它面前停留太久 如果你想读书 即使工作很忙 也可以从碎片化的时间开始阅读 如果想运动 暂时无法去健身房 可以从爬楼梯开始 如果想提升英文的表达能力 找不到合适的练习对象 那么就从跟读一篇英文文章开始 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就是 你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人生 却不愿意花几年时间 让自己变得优秀 如果你没有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就没有资格说 我不行 为此我们建立了早起提升计划 跟一群小伙伴们 彻底的改变自己 想来的在评论区打111 我来邀请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